第0156章 布老拳 小布点舒服地坐在一块青石上 拖着下巴 看着几头生灵接近布老拳 他一点也不焦急 尽等他们有所获 前方要填 几头太古一种 在卖力采药 拔下一株 必然要吐上几大口鲜血 身体遭遇重疮 你们累不累 都吐血成这个样子 还要采药 就不怕陨落吗 小布点好奇眨眼 向他们问道 几头生灵 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表情 真当他们愿意啊 这还不是被那神扑逼的 每人采摘到十株以上的灵药 才能获自由 小布点像是知晓他们在想什么 道 别怕 这头黄金怪物被我拾摘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其中一头一种孽如 最后小声道 他的主人可是纯血神兽 我们已经答应 必须采摘到十株灵药 这样逃走 一旦被捉到将有大劫 你是说他 没事 他的东西就是我的 将你们采摘的灵药 都交给过来就行了 我保你们平安 小布点摆了摆手 一副小诗一桩的样子 布老全池判 那几尊可怕的生灵 正在一点一点接近全池 都很集中精神 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场域可怕 他们的肉身剧痛无比 要裂开了 那个紫发少女背对着后方 身体又微颤了一下 后方那个人族少年自作主张 再分他的灵药 令他愤怒 可是他都已经走到这里 快接近布老全池了 如果放弃 退回去 那就真是前功尽弃了 人族你成功激怒了我 紫发少女 话语冷冽如韩拳 虽然音质很动听 但是却有一股杀气 小布点学末 最后捡起一块数百斤的巨石 向前砸去 目标正是少女的后背 速度快于闪电 哄 然而 巨石刚冲进去 就被一个强大的场域给击碎了 并未能揍弓 当场化成积粪 这个举动虽然没有伤到少女 但是却令她满头紫发飘扬 差一点就转过身来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般对她无礼 真不节省 小布点摇头 而后颠了颠手中的丸石 啊 要不用你试试 我觉得应该可以击飞敌人 别啊 我进去就会碎掉的 丸石惨叫 比猪仔挨刀时声音都大 奋力挣扎 小布点琢磨了片刻 终究是没有出手 主要是怕惊扰到少女取水 还指望从她那里洗劫呢 金色全齿璀璨 发出的光辉将这里笼罩 几头强大的生灵费时费力 一点一点的挪动 慢慢接近 这里气氛紧张 逐渐凝重了起来 因为人们知道 最终要夺神权的时刻快到了 你们几个傻兮兮 还不快走 小布点撇嘴 不再理会几头太古一种 而是兴致勃勃地蹲下身来 开始看黄金兽 你来自太古神山 他好奇地问道 不错 人类你不知轻重 连我都敢折辱 会激怒天神的 若是放我起来 认真赔罪 我想 也许可以原谅你 黄金兽心虚地说道 我要你原谅作甚 小布点手持完时 啪唧一声就拍了下去 让他眼貌惊心 耳鸣目眩 你想怎样 黄金兽怒道 大姐 将你从太古神山 带出来的东西 都交出来 小布点兴高采烈 太古神情与凶兽 所盘踞的地方 出产的东西 肯定了不得 没有 要命一条 黄金兽倒也干脆 真以为不敢识多年 小布点瞪眼 自己动手 在他身上摸索 结果什么也没有 说 宝贝都放哪里了 我知道了 肯定被你置入了 开辟的洞天中 小布点欣喜 宝具是可以收入洞天内的 进行滋养 这黄金兽身上 不是美好宝贝 而是东西太好了 不用放在外边 接着他又挠头 这里不能动用宝具 无法展现符文 自然也就不能打开洞天 除非直接杀掉黄金兽 你这脚不错 金光灿烂 拿出去冒充龙脚都行了 小布点眼中发光 用力掰他的金色脊脚 没错 这是宝贝啊 神仆的脚通灵 磨成粉后可以入药 是稀释的药影子 丸石也开口 我想吃小鸡顿蘑菇 正缺这种药影子 小布点抓起丸石 照着黄金兽的头上就砸 啊 自然是两声惨叫 同时响起 宝若进了屠宰场一般 那块石头的声音 竟压下了神仆的嘶吼 这让黄金兽 剧痛的同时还很憋气 咔嚓 两根鸡脚被砸断 金光闪闪 坠落在青石上 发出铿锵之响 宛若金属的颤音 好宝贝啊 小布点喜欢 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灵气 我跟你拼了 黄金兽怒吼 今日倒了八辈子血霉 怎么会遇到 这样一个变态少年 这还是人族吗 就是正在采摘灵药的 几头太古遗种 也都在犯嘀咕 觉得这应该是一头 纯血凶兽 只不过变化成了人形而已 拼什么拼 我最讨厌打打杀杀了 小布点一板石 盖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让他昏过去了 不愿听他锅噪 如果不是想你降服你主人 去给我看守村子 我早就将你退毛 留给大红他们去下锅了 小布点自语 诸位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人族少年 在打我等的注意 我们若是成功取出不老权 他肯定会伏击 我等不断深入 肉身肯定会遭创 到时候 说不定真会让他得到一些便宜 紫发少女开口 声音如天籁般动听 背部柔美 婀娜挺秀 紫衣飘飘 宛若凌晨的仙子 要飞天而去 喂 你不能陷害我 十号教导 不如我们先将他除掉算了 先清场 而后 我等公平竞争 又一个声林开口 众人皆点头 感觉这人族少年很强 让他在外面养精蓄锐 真可能会造成威胁 唉 欺负人 算了 我去跟你们公平竞争 原本就想试试 这场欲强到什么程度 小布点叹气 他知道这些声林 不会轻易出来 毕竟已经深入进去 很长一段距离 这样退出 所有努力 都白费了 这只是逼迫他而已 如果他真继续等待机会 想趁火打劫 这些声林最后肯定会联手 先干掉他 小布点背负着兽皮带 向里走去 果然 这些声林都不再开口 只要不真正威胁到他们 自然会保持默然 小布点加入进来 眼神四顾 与每一尊声林 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避免最初阶段 就引发冲突 而后一步一步前行 这里的场欲真的很强 难怪那些声林走得很慢 半天时间才挪动 进去一小段距离 宛若几座山压在身上 地上黏糊糊 小布点低头发现 在金光下 有不少碎骨与血块 这令他警醒 竟有一些强大的声林 早已暴碎在这里 小布点的骨骼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但他脚步很稳 始终在前进 这一路上 他已经发现了八具尸骸 都是近几日暴碎的 好可怕的场月 终于 他踏进了更为恐怖的区域 躯体摇动 走得不是那么快了 也只能缓缓推进 至此 已经可以证明 还活着的几尊声林 即便不是纯血神情与凶兽 但战斗力也足以比肩 必须要格外重视 越向里走金光越盛 宛若在面对一头 太古金乌化成的太阳 要的人睁不开眼睛 几尊声林彼此间的距离 虽然近了 但是却越发难以看清真身 此地茫茫一片 金色不闻滔天 将这地方笼罩 每一个人 都像是被一团金色的火焰包裹着 赤圣而炫目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一天一夜过去了 小布点也临近金色全池了 与那些人并练 池中都是金色的符号 震出出可怕的波动 宛若一片金色的汪洋在起伏 由一种磅礴气息迎面压来 噗 其中一人额头出现一条血纹 接着他的躯体出现更多裂痕 发出了咔嚓声 由骨头断裂 此人一句话不说 快速倒退 显然承受不住了 然而 旁边一道身影更快 这是一头神情 眸光犀利 突然暴动 直接就袭杀了过去 咔嚓一声 他一抓探出 扯住那人的一条手臂 将他禁锢 重新带了回来 啊 那人大叫 浑身冒险 在场域的压迫下 骨骼折断 通体剧痛 最后身体四分五裂 噗 那头神情一爪子探出 将其心脏夺走 而后张口就吞了下去 补充精气神 你能进化到这一步 也算是罕见了 血脉果然不是强大与否的唯一标准 神情低语 小不点凛然 这个地方还真是很残酷 那么强大的一头生灵 居然就这般死掉了 而且 心脏还被吞噬 半日后 几头生灵艰难迈步 终于接近布老拳 谁都没有望自动手 一丈剑方的池子 阴晕蒸腾 看不清里面的枝叶 只能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生命波动 令人像是要羽化飞仙了一般 小不点落在后面 没有走到最前面 他怕这些人联手 共同针对他 有人踢起一块石 落进布老拳中 没有水声 有一股金色的波纹 如风暴般冲起 令每一个生灵都心惊 他们判断出了场域的强度 觉得可以取水 能得到布老拳 枪 不然 一道犀利的剑芒飞来 有人出手 斩向身旁的人 这不仅是要取神拳 还想趁机猎杀一头 纯血生灵 当作血肉宝药 碰 有人像不点出手 那是一只乌黑的利爪 远比铁石坚硬 与他撞在一起后 铿枪震耳 布老神拳盼 一片混乱 最强横的生灵出手了 进行决战 来得好 纯血凶兽与神情 我来降伏 小布点喝到 第零一五七章 都是我的当 火星四箭 小布点与那头生灵的 黑色爪子撞在一起 声音如惊雷 脚下大地军裂 凶悍无比 宛若两座火山相遇 这头生灵某孔冰冷 并无一语 盯住小布点展开绝杀 他的速度太快了 宛若一道闪电 而且力大无穷 极度恐怖 哄 空中传来暴鸣声 这头生灵摆尾 一条黑色的胶尾灵甲森森 宛若铁水 胶筑而成 闪烁冰冷光泽 拥有金属质感 横扫十号头颅 这等暴鸣声 刺耳之极 可见他的速度与力量 多么的强大 就是一座石山被抽中 都要崩裂 小布点急速向后仰去 身子几乎躺在地上 那条灵尾贴着他的额头扫过 一柳发丝直接断落 而后化成粉末 他一跃而起 扑向这头生物的后背 双掌晶莹 像是神兵利器划空而至 这头生物很冷静 猛地回头 额头树眼发光 虽然不能动用宝树 但依旧令人心神不稳 要斩裂人的魂魄 与此同时 他那双黑色的利爪再次探来 乌光飞舞 与小布点交锋 金属碰撞的声音不断响起 两人长指发光 皆璀璨夺目 那是血肉强大到极致的体现 可徒手裂开世间宝具 这一战激烈无比 近距离交战 虽然依旧被金色光辉淹没 但却也能看清对方的真容 小布点相当地惊讶 这是一头奇异的生灵 拥有人的面孔 却无寻常人的双目 只有一只 树眼生在额头上 极其诡异 而且 他拥有灵暴的躯体 暴躯修长而强健 黑色灵片密布 力打惊人 在其身体后方 一条强悍的胶尾 可以横扫千军 乌光一闪 连山体都能抽烈 猪剑 小布点终于想起 这是什么生物了 太古凶兽的幼崽 而且还是那种 极难对付的类型 猪肩 人面抱身 牛耳一目 围长有力 他的可怕之处 在于力大无穷 可以搬山填海 能背负太古大院 而且 发出巨鹰 可以活活吼死对手 这绝对是一头 纯血猪肩 力气大的惊人 可与十号硬汉 打得这里地面都军裂了 大得隆隆颤抖 要知道 这里有上古静置 场域密布 可以轻易撕裂闯入者 少有人能破坏神渊的 山石与土木等 小不点与他大战 眼神清亮 非常认真 没有一点轻视之心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 与太古凶兽幼崽搏杀 逐渐更为震撼 心中精益远胜十号 他身为纯血凶兽 且该族过人之处 就体现在力大无穷上 可却无法立刻击毙 这个人族少年 让他颇受打击 要知道 他在斑血境时 就已经达到了十万级境 现在境界高了 自然越发强大与厉害 肉身强到了不可思议之境 他觉得将来可以肉身成圣 怎料到才一走出太古神山 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族少年 居然拿不下 小不点与他激烈争锋 也很愤懑 鼓着腮帮子 瞪着大眼睛 觉得这头怪物真难打 为什么三两下放不到 这么厉害 听到他的话语后 逐渐凶光毕露 彻底狂暴 本来就觉得憋屈 现在更为难以忍受 交战十几回合 小不点从兽皮带中掏出完石 直接砸了出去 当的一声 火星飞溅 逐渐怒吼 竟然避不过 被这颗丸石击在了额头 只差一点就 撞在唯一的树眼上 其他生灵都是一惊 更加确定 这是打神石 一打一个准 根本就避不开 求别砸了 我撞在什么东西上了 快疼死了 丸石哀嚎 当 小不点手持他 一顿猛砸 逐渐虽然极力抗衡 但也觉得臂膀酸麻 爪子剧痛 因为那是上古大能炼制宝的圣物 九弓不下 小不点大贺 双臂一用力抱住了朱坚 与他近身搏杀 抓住他的一条臂膀 使劲向下撕扯 朱坚大怒 他的祖上号称大力神王 在太古年间呼风唤雨 所向披靡 而今居然有人要以蛮力降服他 吼 他张口咆哮 阴大如神钟 震在这里嗡嗡颤抖 其他几位生灵 很想捂住耳朵 感觉太难受了 小不点更是首当其冲 直接就咳了一口血 浑身血肉剧烈抖动 差点裂开 朱坚除却力大无穷外 其阴亦如雷 能活活震碎敌人 端地是可怕无比 你让我怒了 熊孩子发飙 鼓着腮帮子 一双手划成风车 舞动不停 全部拍在了朱坚的身上 因为两者纠缠在了一起 各种攻击根本避不开 朱坚奋力抗衡 两者间激烈硬汗 爆发出的声响震耳欲聋 宛若两座山在撞击 哄 小不点的巴掌力道太强了 打得朱坚一只爪臂静鸾 且胸部起伏 口中吐血 噗 同一时间 小不点掌指落下 想要将他的一条臂膀 给掰断下来 结果没有扭断骨头 倒是撕下来一块血肉 吼 朱坚暴怒 吼声如雷 还好这一次 小不点有准备 同样鼓荡音波 对着他大吼 其音如神鼓 竟然不若太鼓凶兽后代 我要吃掉你 小不点气鼓鼓地叫道 将撕下的那块血肉 宝药塞进袋子中 竹坚气势还要胜 所有人都发呆 这还是一个人类吗 怎么看起来比 太鼓凶兽还凶残 实在是强大的过分 噗 小不点虽然也吐血了 但是却占据了上风 一掌拍下 将竹坚打了一个裂解 而且在其胸口部位 划出一道血口子 那里黑色鳞片脱落 鲜血鼓鼓而涌 但是让熊孩子遗憾的是 没有弄下来第二块血肉宝药 太鼓凶兽的后代太强大了 不可能如对付一种那般 可以直接镇压 需要血拼 就在这时 一道修长的身影出现 拍出一只银银欲掌 洁白而有光泽 急向小不点的后背 恐怖无比 竟让虚空都扭曲了 哄 小不点转身 直接一掌迎了上去 两者间爆发出一团恐怖的气浪 宛若龙卷风 席卷四周 正是那紫发少女 她杀了过来 早就想对付小不点了 现在机会在眼前 自然要出手 呀 是你 你和猪奸都跟我去守护村子吧 小不点大眼瞪的溜元 紫发少女的机体 有一层神灰 笼罩全身 可以看到她肤色白皙 宛若玉石般 有一种晶莹的光泽 大眼灵动 红唇很鲜艳 不过 终究是有神灰罩着 只能匆匆一瞥 不能全部看清真容 她眸子灵动 但是此时目光很冷 展开绝杀 功法小不点 整个人如一只神皇般 舞动起来 虽然优美 但是刚风浩荡 两人激烈交手 如两团光在碰撞 逐渐怒吼 也扑杀了过来 顿时让小不点咧嘴 露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表情 突然 不远处一头神情 扑杀了过来 青色羽翼发光 点缀着红色的斑纹 赤胜无比 正是必方 你还真是神情啊 小不苦着脸 眉头猝了起来 如果这几头生灵 都冲着她来 只能跑路了 显然 她多虑了 必方是冲着朱坚来的 并没有对付她 两者兼有大仇 直接血斩 鸟兄谢谢 小不点大血 我跟你不熟 必方这样回应 根本没有 结实与联手的意思 像他们这种生灵 没有什么忌惮的 等以后把你捉回石村 你就熟了 小不点以微不可闻的 声音低语 哄 此发少女真的太强大了 这还没有画出本体呢 凭借人身 就敢与小不点争锋 而且气势极盛 战力惊人 快跟我回石村 小不点嗷嗷大叫 顺身发光 臂膀间的骨节 如炒豆子似的作响 力量暴涨 要降服对手 这一战非常激烈 两者迸发霞光 不断硬寒 突然 不远处全池传出声响 金色波纹冲起 漫天都是 璀璨夺目 有生灵要进神池 惊动了所有人 别抢 小不点叫道 看着神池 几头生灵都冲了过去 他自然也要跟进 然而 子发少女依旧在攻击 嘴角带着一缕冷笑 镇定无比 无被那里所扰 他肌肤银白如玉 眸子灵动 虽然真容只有朦胧的轮廓 但是在神灰的衬托下 越发显得超尘脱俗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他攻击越发地强大了 紫衣飘飘 宛若要飞仙而去 竭尽所能 对人族少年出手 小不点恼了 对其绝代自容视而不见 用尽全力 制出完时 砰的一声 正中少女那银白的额头 哎呀 紫衣少女痛叫 可以看到 雪白额头上 龙起一个包 他羞怒无比 彻底发狂 浑身精气澎湃 释放不朽的神圣光辉 向前扑杀 再纠缠我 下次打掉你们牙 小不点凶巴巴的威胁 补充道 降服后 每天让你蹲守在村头 可恨的孩子 少女大怒 咬牙切齿 平日间出行 谁不对他礼于有加 纵然是交手 也都堂堂正正 这个熊孩子 居然威胁他 自幼到现在 还没有人伤到过他 不说那些鳄鱼奉承的 各族奇才 就是真正的神明后代 也都对他很有礼 今日 他居然被拍了一板石 硬生生打在额头上 这真是生平第一遭 是一种咳恼而剧痛的体验 最可恨的是 那块丸石还在大叫 鬼话连篇 痛死了 真的痛死了 这是什么额头啊 比神城的墙壁还厚还硬 这是在嘲讽他 脸皮厚吗 少女气到双眼喷火 攻击更猛了 不仅针对小不点 还想将丸石击碎 快夺不老拳 自上古到如今 早该干涸了 应该没有几滴了 去晚了 什么都没有 丸石提醒 小不点一听 大眼顿时瞪的溜圆 嚷嚷着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他快速向前冲去 哪里走 少女喝道 再次出手 全力阻拦 与他对决 不肯放他过去 砰的一声 小不点再次制出丸石 这的确是一块打神石 真的是一打一个准 虽然没有祭连城至宝 但在这个不能动用宝术的地方 实在是最强武器 哎哟 少女捂着额头另一处羞怒尖叫 这次对称了 宛若一对龙脚般 共出现两个包 他气到身躯颤抖 实在难以忍受 平日如众星捅月般 被人围在中心 当作出世仙子 可是今天总是被人拿石头丢 这个可恨的人族少年 丸石通灵 一溜烟地滚了回来 速度极快 他是看出来了 在这里 还是跟着小不点还算安全 落在这少女手中 肯定没有好结果 我来了 小不点向前冲 另外几头生灵 已经入神池 要夺不老权 到了这里 所有人的动作都变慢了 因为场域恐怖 如现泥沼 浑身剧痛无比 就是紫发少女 逐渐 碧芳等也是如此 想要攻杀 掌指拍出去时 好像老年人般 慢到不可思议 哄 金色神池沸腾 各种霞光澎湃 但凡进入的人默不大叫 有痛苦 也有惊喜 痛苦的是 场域太强 几乎要搅碎了他们的肉身 惊喜的是 金色波纹入体 滋养了他们的金气神 下一刻 所有生灵都落入了神池中 怎么没有神权 只有泥沙 小不点不满 她是第一个扶下来的 用手捞了又捞 不见金色之夜 这也是好东西 玩石奋不顾身 一头扎进了泥沙中 张开嘴猛力吞咽 这些泥沙晶莹剔透 很潮湿 闪烁金色霞光 所有波纹都是他们发出的 释放强大而不朽的神性力量 小不点纠结 第一次感觉自己有比不上别人的地方 玩石在大口吞食 她只能眼巴巴看着 她觉得自己的胃口虽然好 但这种东西 还真是消化不了 其他圣灵也都傻眼 就是紫衣少女 也顾不上攻击了 不老全呢 神也怎么干涸了 为什么会这样 众人皆蹲下身来寻找 心中不甘 能走到这里 真的很不易 肉身承受了太大的痛苦 符文宝树等都不能施展 我吃 我吃 我也吃 最终 小不点逆天了 浮在神池最中心 挖出金银的泥沙 向嘴里送去 这是要跟打神石比肩 玩石见到这一幕 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满口金银沙力 全都流了出来 哀嚎道 别跟我抢啊 这你都能吃 没有我不能吃的东西 小不点凶巴巴地说道 用力嚼 希望能咀嚼出一些金色枝叶来 然而 她失望了 泥沙虽然湿润 但是并没有金色枝叶躺出 练话 练话 统统练话 熊孩子鼓着腮帮子 口齿不清地嚷着 连逐渐 碧芳等纯血凶兽与神情 都被吓到了 真是凶残啊 这个熊孩子 比他们还残暴 到底谁是太古凶兽的后代 这个时候 连那紫衣少女 都被她惊呆了 这家伙 怎么连的都啃啊 一时间竟忘记了攻击 不再出手 别跟我抢 玩石愤懑 怎么连吃泥沙都遇到了对手 她赶忙吞咽 小不点骨折腮帮子 瞪着大眼睛 实在有点没辙 这东西 好像消化不了 她愤愤无比 最后 将背上的几个兽皮带 全部打开 开始装这些泥沙 她跟玩石争夺 满地打滚掐架 弄得泥沙似箭 看得猪奸 碧芳 紫衣少女等 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人族都这么凶悍吗 可我爷爷怎么告诉我 这一族最好欺负呢 老头子又骗我 一个年龄最幼的神情 愤愤不已 玩石太能吃了 小不点也不是省油的灯 泥沙都快被清空了 而后他们 直接向地下开挖 扑 小不点喷出一口泥沙 露出喜色 张嘴向着下方咬去 因为他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小龙 只有一尺多长 不老全 他竟然在蜕变 要化行了 难怪干涸 众人惊呼 一起向上冲 小龙从沉睡中醒来 睁开了眼睛 胸光逼人 张嘴就要咬 然而 他惊愕地发现 一个人族少年比更凶残 先一步下嘴了 坑吃一口咬在了龙尾上 猴 一声咆哮 金色的小龙赤胜无比 震裂了全池 奋力挣扎 尾巴当即就断掉了 而后 他转身就逃 化成一道流光 离开神池 冲向远方 追 逐渐 毕方 紫衣少女等全部吃惊 向外奔跑 追那小龙 我的 小不点开口 结果龙尾巴从嘴里掉了出来 他手忙脚乱 赶紧捉 很是气恼 冲着远处喊道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第零158章 满载而归 龙尾乱跳 居然要逃 散发出万道金色光辉 神灿耀目 犹如一轮小太阳 胜烈到极致 无法正视 小不点手忙脚乱 总算给捂住了 然而龙尾竟然分解 化成五头小龙 每一头都有止度那么大 要分开逃窜 不许跑 熊孩子大怒 捂着他们 全部塞进了嘴里 鼓着腮帮子威胁 再逃就筒筒吃掉 金色枝叶冲撞 小不点的嘴巴子 来回突起 这边鼓起 那边突出 看起来像是在搞怪 实际上 是五头小龙 在可拙劲地折腾 要逃离 还真有不老权 我以为已经干涸了 想不到还有 被你捉到了五地 完食吃惊 有目有办法封住他们 小不点捂着嘴 口齿不清地问道 封进玉罐中 他就跑不了 小不点闻言 赶紧向怀中掏去 取出一个小玉瓶 将五头小龙都放了进去 而后塞好瓶塞 而后 他奇怪地盯住完食 这家伙懂得的也太多了 而且 守在神渊中 应该没少 投合不老权吧 你是不是早已通灵 体内有大量金色枝叶 没 别打我住夜 正在大口吞咽 金银杀利的丸石 吓了一跳 赶紧向一边滚去 警惕地看着他 小不点没有多问 因为现在很紧迫 他想去捉那头金色的小龙 去晚了的话 多半会被那几头生灵 给瓜分个干净 不用去了 你肯定抓不到 就是那几人也是一场空 不老权化形成功 而且被惊醒 可以飞天遁地 再也捉不到了 晚时摇头 像这种神叶一旦化形 必将神性十足 无与伦比 只要给它们时间 可以迅速强大起来 成为祭灵 甚至岁月足够久远后 化作神灵都不是问题 在神渊中有场域 而不老权 却不受影响 金色之叶化形为龙 可以刹那远去 没入大地下 吭吱 吭吱 打神石开始狂咬沙子 地表的吃完了 便吞地下的 这个地方金色霞光澎湃 蒸腾起阵阵云烟 如金色浪涛般 全都败全池所赐 那条金色的小龙虽然跑了 但是这里有很强的神灰弥漫 泥沙经过泉水无尽岁月的滋养 早已有了灵性 别抢了 你都有金色之叶了 这些是吃不下的 晚时教导 我要带回去 给柳神调理身体 顺便就另一尊祭灵 小不点抢夺 一落兽皮带都派上了用场 在池子旁边堆满 晚时与他争抢 他们两个半斤八两 将神池子彻底给吃光了 这还不算 他们挖地三尺 一路向下 最后 何止三尺 三米都超过了 将泥土全翻了上来 金色霞光彻底不见 因为金色的土壤 都被两个吃货给洗劫了 这里成为一块繁土 吃成了 好吧 晚时打了个宝格 浑身发光 竟有些晶莹了起来 发出淡金色的光泽 比以前顺眼多了 小不点瞪着大眼看他 第一次觉得遇上对手 这家伙也太强了 吃了半池子的泥沙 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全都能消化 越发的神意了 你都消化了 小不点问他 那么一堆金色泥沙 比他大多了 居然都给吞没了 怎么可能一下子消化掉 我只是先将金沙 存住了起来 留待日后慢慢练化 这些可都是至宝啊 没以前好吃吧 小不点漫不经心地问道 乱说 酒是尘的香 神沙也是老的好吃 被不老拳泡了这么久 味道更好了 打神时陶醉地说道 而后他快速醒悟 立刻闭口 小不点立刻扑了过去 一把掐住了他 道 你果然有古怪 说 这池神拳 是不是都被你喝光了 疼死了 要碎掉了 快松手 他跟杀猪似的大叫 说也奇怪 金色之夜消失后 这里的场域变弱了 似乎跟着那条金色的小龙 退走了 你刚才分明说过 以前吃过这里的金色泥沙 小不点捶他 一拳比一拳硬 别打了 我全招了 丸石惨豪 他的确不止一次吃过神沙 只是后来被此地的法则给驱逐了 难以靠近神池 而金布老拳江干涸 他才又有机会接近 金色的枝叶 该不会都被你吃了吧 小不点神色不善 盯着他 我只能吃石头 那些枝叶吞进来后还要流出去 打神石沮丧 空手着一座宝山 却难有所获 那你也得到了很多好处 究竟吃了多少神沙 小不点问道 第一次吃了两百多斤 就被赶走了 第二次更少 第三次刚一进来 就被击飞了 打神石愤愤不已 按照他所说 最后这第四次 才算是吃个痛快 彻底饱了 他现在真的有点不同了 闪烁出淡金色的光泽 淫润了不少 用小不点的话说 卖香好多了 有点像玉石 布老神圈 怎么会变这么爽 小不点疑惑 他产生灵质 进行蜕变 化成龙形生灵 你以为不需要代价吗 都给消耗干涸了 差一点就失败 玩时到 真是可惜 以后多半再也见不到布老全 小不点郁闷 那倒不至于 他已经成精 化形成功 将来强大起来后 多弄出一些金色枝叶 还是可以做到的 知道前因后果后 小不点美滋滋 毕竟得到了五滴金色枝叶 都是浓缩的精华 药效定然会十分惊人 给族长爷爷带回去一滴 这次肯定能治疗好暗急 身体不再衰败 给柳神一滴 他也许能从当中 悟出什么规则与秘密 给大壮 皮猴 二猛他们一滴 住下根基 真是不多呀 小不点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 真是太少了 只能留下一两滴 让他纠结 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来 道 小石头 你竟敢偷吃我的神沙 没 帮你看看这些兽皮袋子 是不是漏了 玩时滚向一旁 我想起来了 通灵花呢 你不是说有一株圣药吗 你能通灵都是因他而起 该不会也是假的吧 确实有这么一株花 但他还点花不了我 跟我争夺泥沙 不过他也被驱逐了 因为那货还想吞金色之夜 打神石不满 那可是圣药啊 跑哪去了 小不点瞪圆了大眼 紧张地问他 我跟他干过一架 咬了他一口 他跑了 不过感觉应该还在灵药园附近 打神石说道 你咬了他一口 那可是圣药啊 你将那一口宝药 放在了哪里 小不点将他抓了起来 圣药是好东西 我当然不会浪费掉 那样会遭天打雷劈的 我将他给埋在了地下 化成泥沙后吃掉了 玩时得意洋洋 当 小不点将他摔在地上 石镜踩 痛得他嗷嗷大叫 满地打滚 嚷道 别打了 下次再遇到他 我替你捉 你这样就是该天打雷劈 小不点愤愤而又遗憾 那可是一株圣药啊 世间罕见 他居然随便就给咬了 这也就算了 最后竟然埋在了地里 等到烂成泥沙才吃 最可恨的是 还沾沾自喜 赶紧走吧 不然那几头纯血生灵 追不到不老全 会回来 抢你这几滴的 玩时转移话题 催他离开 小不点点头 那一堆兽皮 带装满了泥沙 摆在这里太显眼了 他扛起八代 落在玩时身上三代 让他驮着 迅速朝着神渊外冲去 原本还想让几头 太古一种帮忙呢 结果一看 全都早跑没影了 神渊中血腥味弥漫 又死了数十位生灵 种族不同 都是不久前陨落的 多半是被纯血生灵所杀 终于出来了 小不点尝出了一口气 而后取出乾坤袋 松开金丝绳索 袋口顿时锐霞绽放 将十一袋神杀 都给收了进去 巴掌大的小袋 吞纳万物 无物不收 用起来实在是方便 威力强大 你又要干嘛 丸石见小不点将他抓起 放在手中掂凉 不禁有点发毛 去捉太古凶兽的 幼崽与神情 再去寻纳中圣药 小不点道 那你去吧 抓着我干嘛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咱后会有期 丸石叫道 我是想让你扬威天下 小不点道 再次进入神园 熊孩子彻底放松 因为已经完成任务 寻到了不老权 现在四处学没 看一看能否再找到 更有价值东西 半个时辰后 他在外围区域 挖到八株灵药 连同根筋与泥土都掘了出来 完好无损 栽回石村 洒上金色的泥土 一定能长得很好 到时候 满村子都是灵气 小不点美滋滋 想为族人造一块净土 他埋头寻找灵药 恨不得将这里给搬空 灵药田中古药虽多 但是那里场域太强 即便能挖下来 但是要猪也会碎掉 在此期间 他跟几头纯雪生灵几次相遇 也曾加入他们当中 追寻那条金色的小龙 折腾了大半日 却一无所获 哄 途中 他与猪尖交手 激烈无比 又扯下来一块血肉宝药 当 哎哟 紫发少女与玩石一同大叫 与小不点一交锋 再次中招 被砸在银白鹅头正中心 大包拢起 气到仙躯颤抖 最后 小不点开始跑路 撒鸭子狂逃 他想降服太古凶兽的后代 大战连连 结果 这几尊生灵寻不到金色小龙 开始一致对付他 要抢那条龙尾 对他进行大追杀 你们真不讲究 咋能这样 小不点愤愤 他被群起而攻 这些强大的生灵联手 要将他干掉 杀了他 逐渐怒吼 他被撕下两块血肉 听那家伙说 回头一块烧口 一块炖汤 真是要将他气死了 紫发少女风姿绝世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可现在却急急生气 今日竟然接连挨了三板石 银白额头上 拢起三个包 平日 他高高在上 神环笼罩 被各族天才所环绕 连神的子嗣都不敢对其放肆 今天却被一个熊孩子这般折腾 实在气坏了 最不饶恕的是 刚才还被偷袭 那熊孩子跳到了他的背上 搂着他脖子摔跤 嚷嚷着 要给他去守什么破村子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堂堂一代神女 风华绝代 屁腻个足 居然沦落到这一步了吗 要给人看门护院 守护一个破村子 说实话 他很狼狈 刚才熊孩子跟他 鸡里露骨的摔跤 甚是激烈 令他绣发披散 衣衫不整 满地折腾 近占博杀到这一步 那熊孩子跟他满地摔跤 这也太可恨了 这是什么可耻的战法 毕方也很生气 阴沉着脸 那人族少年嚷嚷着 要带他去看神 说有一株很大的树神 真当他是土包子啊 他的祖上都吃过真正的神 居然想这样拐走他 他一巴掌拍了过去 不想听他锅躁 结果这可恨的孩子 嗷嗷叫着 连把他几根最灿烂的羽毛 说是带回什么破村子 给虎妞做剑子用 杀了他 一头吃龙也咆哮着 化成一道流光 对小不点追杀 那可恨的熊孩子 叽叽歪歪 跟他磨几个不停 缠着他借龙雪 说什么做要影子 一会儿请他吃龙雪 顿大鹏 最后 那小子趁他不备 包下他两枚沾血的龙铃跑了 几头生灵兜着他屁股追杀 小不点黑着一张小脸 认真反思 最后得出结论 这些家伙太不好相处了 性格真差劲 第零159章 天谷禁区 小不点起初在神渊兜圈子 可发现这个地方虽大 但也不足以藏身 那几尊生灵都是纯血强者 要对他进行合围 你们真差劲 实在难相处 他黑着小脸 愤懑地说道 逃向神渊外 逼方 吃龙等强者文言 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这小子还好意思说 他们性格有问题 该死的小贼 得了便宜还卖怪 逐渐就更气了 失去两块血肉 眼睛都红了 真让那家伙给红烧一块 熬汤一块的话 他得吐血 至于紫衣少女 早已化成一个光团 被神灰笼罩 紫衣飘舞 如凌晨仙子般急速追来 别追了 我不想跟你摔跤了 小不点回头 瞥了他一眼说道 紫发少女 对摔跤这个词很敏感 文言背驰 咬着鲜艳的红唇 不立刻杀掉 而是先吊起来暴揍一顿 小不点很想降服一头神情 凶兽 可是他再逆天 也难以同时 对抗树头纯血生灵 毕竟他还年幼 修行时间太短 这一刻 他不禁哀嚎 很想向上天再戒三年 终于 他一路狂奔 冲出百草园 逃出这片净土 刚一出来 他浑身霞光闪烁 锐气乱冲 可以动用符文的力量了 然而回头一看 他顿时心惊 那几尊生灵更恐怖 又一座火山喷涌 赤圣光芒冲天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波动 符文密布 天地站立 个个都像是神明般 小不点头眸光闪烁 他知道 那是开辟出 第九洞天的特征啊 离开神渊后 更坏事了 这几尊太古神情 凶兽 绝对强大无匹 可以横扫百段山 他直接拎出断剑 准备剁它们 然而 当看到赤龙吐出一张网后 他犹豫了 那件宝具太惊人了 点缀星辰 闪烁璀璨光芒 这张网恐怖无比 散发出的气息 令万灵站立 这天地都在悸动 他以古兽精编织而成 融着一枚 又一枚金银的灵片 吞纳万物 那龙灵是纯雪的 小不点悚然 这样的宝具绝对可怕 另一边 朱尖头上出现一个光团 一条鞭子出现 霞光闪烁 神光澎湃 同样吓人 散发的气息 宛若心和摇动 至于碧方 则是立身滔天火光中 108根神语浮现其背后 化成了一柄右柄神剑 铿枪作响 杀气阵释放 至于紫发少女 此时被一团光笼罩 只能模糊地看到 修长的仙区 风姿出世 周围紫气阴晕 宛若折仙般 化成一道紫殿冲来 另外一只神晴 还有一个人形生物 也绚丽无比 符文强大的震慑苍天 这个地方群山都在地抖动 倒阴隆隆 小不点手持断剑 最终没有劈出去 不想与他们拼命 因为这些人出自太古神山 肯定不缺少至宝 坏事了 脱离神渊后 他们更加强大了 符文造诣惊人 我没有他们修行时间长 真要是比拼符文 多半要遭殃 小不点没有停留 驾驭断剑 留下一道残影 没入山林 冲向远方 翁龙一身后方的山林炸开 霞光像是洪水一般推进 横扫大野 恐怖无比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那几头 纯血生灵 这几人太强大了 矮山等都被击裂 而后倒塌 他们催枯拉朽 一路势如破竹 兜着熊孩子的屁股追杀 这也太强了 小不点择蛇 唯一庆幸的是山林密布 他钻进去 可以藏住躯体 难以被立实发现 但是 后方有神情 展翅积天 长空都在抖动 速度太快了 他始终摆脱不了 我们是不是该逃回神渊 这几头圣灵发狂了 万一被追上 肯定要被分尸 玩时心虚地说道 小不点也觉得失策了 这几头生灵 真的很可怕 符文造诣惊人 且他们掌握有绝世宝树 真想捉住一头啊 他瞧得直流口水 羡慕不已 那种宝树价值连城 连人黄剑道都要眼红 但现在可顾不上那么多 正被人兜着屁股追杀呢 他一溜淹没入大山中 可子发少女 吃龙等灵爵太强了 总能变出他的踪迹 一路跟随 要进行绝杀 同样 碧方更灵利 眸子犀利 翱翔天空中 眸光像是可以穿透山灵 不断俯冲下来 发动攻击 小布点愤愤 真想剁掉他的鸟翅 他与另一只神情速度太快了 始终难以摆脱 噗 一番逃亡 小布点负伤 吐了一口血 几头生灵不依不饶 追杀他大半圈 穿过无尽山脉 惊动诸多强者 最终 他取出一张古符 心疼无比 自语道 用一次少一次 真是无奈啊 他贴在脚底 而后整个人化成一道流光 横穿山脉 直接消失了 快到让毕方 紫发少女等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阵发呆 那是什么 好夸呀 连我都追不上 一只较小的神情震惊 上古大能祭连的灵符 缩的符 赤龙毛子闪烁 露出惊异之色 没有想到 小布点能拿出这种东西 不错 正是缩地符 紫发少女点头 神灰弹去 露出真身 衣袖飘舞 凌空斩动 银白翘脸戴称 眸子若宝石 美帝不可方物 称得上风华绝代 他们没有追 深知缩地符的威力 只要展开 如一道流光横空 刹那可以直抵大的镜头 根本就追不上 而后 他们快速散开 彼此戒备 同为太古生灵的后代 相互间颇为忌惮 你竟然有这种好东西 玩时大叫 小布点心疼 没有捉到赤龙 毕方 紫发少女 逐渐 反倒浪费了缩地符的一次使用机会 令他不开心 不久前 在分宝崖外的那片遗迹中 有青袍男子刺杀他 最后仰仗此服逃走 当时就被他盯上了 后来 青袍男子在线 是昆族人 与该族封印者 共同对他追杀 结果被小布点 引到岩浆上空 利用藏于地火中的小塔镇杀 而青袍男子 虽然闯过岩浆 但是却被小布点 以龙胶剪击杀 取走了他身上的古服 直到现在才第一次用 缩地符上多了一道裂痕 显然后又用了一次使用的机会 越发地残破了 让他气呼呼 光荡 小布点将人头大的丸石扔在地上 一屁股坐了上去 大口喘气 这一路奔逃 他确实累坏了 几个时辰下来 都不曾停息 喂 你做错地方了 打神石叫道 气得磨牙 你这么重 我一路奔行 还得抱着你 快累死了 现在坐会还不行啊 小布点道 你连数十万斤的东西 都可以举起来 带着我怎么会累 而且 我又没有要跟你一起走 是你非要带着我 再说了 你可以将我放进乾坤袋啊 丸石说道 小布点撇嘴 不坐在这个家伙身上的话 他多半会开溜 放进乾坤袋想都不用想 那些金色的泥沙 肯定都会被他给吃光 丸石被他看得心虚 有点发毛 啊 你想怎样 听那几个家伙说 你是打神石 自古以来都没有出现几块 可以练成至宝 但你在身边太麻烦 要不我把你练成至宝算了 阿佩 你以为自己是上古大能啊 还想练至宝 再修行个几千年吧 丸石撇嘴 小布点立刻开始捶他 吭枪作响 别打了 我缩小还不行吗 他大声嚎叫 最终 打神石变小 只有止度那么大了 带着淡金色的光泽 温润如玉石 迈向极好 小布点满意 将他缠在发丝间 挨着小塔 啊 这是什么东西 别让我靠近他 丸石第一次注意到金银的小塔 虽然塔身只有一个指节大 但是却让通灵的他感觉发毛 你知道他的来历吗 小布点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打神石直接晃荡到了他脸颊的另一边 不跟小塔挨着 不然觉得心慌 小布点休息了一夜 养好伤势 准备再次上路 他没有立刻去寻火灵儿 九头狮子他们 因为怕壁方 猪尖 吃龙 跟在后方 百段山最有价值的几个禁地 当蜀分宝牙 百草园 天谷禁区等几处地方 清晨 小布点洗漱后自语 他决定去那传说中 藏有天谷的禁区去看一看 料想那里绝不会平静 那个人也进去了 很多年没有见到 不知道他强到了什么程度 小布点脸色平静 大步向前走 他通过金色的门户 穿过通道 接连横读树域 到达一片奇异之地 这是一片大戈壁 缺少生机 到处都是石块与沙粒 一望无垠 并非没有植物 只是很稀疏 每相隔树里 就会见到一株巨木 粗大无比 宛若老龙盘卧 且枝叶繁茂 少许的生机 越发显得这片大地 有股苍凉气 当接近戈壁中心处时 生灵见多 古木也多了 生气愈发浓郁 这个地方真怪也 小布点来到了中心地后 露出一色 这片区域生机勃勃 与方才所见 大不相同了 最令人吃惊的是 那一株株古木 未免太高大了 耸入天穷 足有上千米 实在是惊人 而且 那一条条老藤无比粗大 一株就足以将一座山峰缠满 宛如巨龙般 与刚才见到的荒凉景象 彻底不一样了 相传 这本是一片恶土 寸草不生 可是株盛的血染红了 禁区外围 故此植物极其繁茂 超乎想象 有生灵在议论 只有禁区外围才如此 生机勃勃 前方出现一块巨大的骨碑 它洁白如玉 上面只有四个字 天谷禁区 前方 围惧了太多的人 各大种族的强者 都有 密密麻麻 想要闯入 但又很犹豫 那块三十几米高的骨碑 也算是一块戒碑 闯过去 便是天谷禁区 那是一片迷蒙之地 草木稀少 不再茂盛 且有灰色雾矮缭绕 远远望去 地上白骨无尽 茫茫一片 这里 究竟死了多少生灵 小不点吃惊 骨头如雪般 堆积满了大地 哄 禁区深处暴动 有强横生物激战 连站在外面 都感觉到了大地的抖动 宛若在半山填海般 隐约间 人们见到一双青色的毛子 透过那灰色的雾矮 宛若两盏神灯 令人胆颤 纯血生灵在激战 众人彻底放弃了 就是极其强大的太古遗种 也都在外面观战 不愿设险 因为那里有神兽在搏杀 据传 里面有生灵得到了一块天谷 浮渊身后 让人羡慕啊 众人也只能感叹 那不是他们的战场 哄 万丈光辉散发 一个人类少年 在雾矮中引现 竟将一头青色的神兽震退 恐怖无比 每一次踏向大地 都引发阵阵轰鸣声 宛若一个巨人在移动 是他 众统者 石屹 神一般的少年 可以比肩诸神的子嗣 很多人惊呼 这不是第一次见石屹发威了 因为众统者进入百断山后 就一直在这里征战 寻找天谷 他通体发光 被一层神圣光辉笼罩 身材修长 黑发披散 天纵神姿 宛若神王将士般 所向披靡 禁区深处暴动 有神情与纯血生灵激战 一片混乱 他却杀尽杀出 不受影响 一只魔蝶出现 轻轻震翅 天地震动 轰隆一声 禁区中一座山峰被斩断 坠落下来 砸起漫天的烟尘 好恐怖的猎天魔蝶 实在太强大了 众人惊悍 这只蝶浑身都是符纹 璀璨夺目 轻轻一阵翅 飞出一道神光 竟然直接斩塌了一座山峰 令人惊悚 这一击 原本是攻向十亿的 但是却被他格挡了出去 毁掉了那座石山 那是一只纯血魔蝶 相传其祖先轻轻一阵翅 可裂万古青天 有人惊叹 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纯血的 这般的强大 若是成年可以再现太古魔蝶的无上神威 魔蝶不过一米多长 但是却可怕得惊人 就是这样一只强大的魔蝶 却被十亿连败了四次 实在难以想象 他居然可以战败太古魔神的后代 很显然 十亿是要收服他 当作坐骑 或者占领 有人做出判断 轰隆一声 天地摇动 十亿腾空而起 浑身爆发神盲 宛若一尊天神般 通天动地 他黑发飞舞 眸子绽放锐彩 他张口一声轻笑 吐出五色神光 冲击猎天魔蝶 什么 这是太古神王 五色孔雀王的宝树 他居然也掌握了 这已经是十亿展现的第五种金石神通了 人们都吃惊 那个神异般的少年的确如天神般 瑞霞澎湃 大战魔蝶 最终生生将其压制 五王府抵运惊人啊 竟然收录了五种正式宝树 不过并非无缺的 都得自一种 十亿恐怖啊 竟然第五次镇压了猎天魔蝶 人们惊叹 生出阵阵无力感 这个少年太强大了 无人可以将其降服 在天谷禁区难逢敌手 第0160章 众童这个少年真的太强了 一个人类能达到这一步 简直不可思议 生平仅见 玩世低语 在小不点的发丝上 闪烁晶莹光泽 小不点神色凝重 十亿的符文造诣极恐怖 深刻不测 很难衡量他现在到底有多么的强大与可怕 周围各族的天才都探服 虽然一个个心高气傲 但是面对这等天动神子的人 他们却不得不低头 差距过大 第5次战败猎天魔蝶 不知道他会不会屈服 嗡 虚空俱颤 魔蝶浑身斑文灿烂 轻轻一阵翅 瞬息飞出去数百丈远 他剖开一座矮山 从当中一串过 众人到吸冷气 这只神虫太强了 仅一阵翅就宝光冲天 若非十亿在此 水雨争风 魔蝶落在了一座山峰上 通体发光 像是在调息 而后引发了天地共鸣 无尽的精气疯狂向着他涌去 让他像是燃烧了起来 最终 魔蝶拍动翅膀 再次飞来 双翅闪烁 惊雷滚滚 电芒霍霍 这个地方云雾翻滚 赤光刺目 他又要发动攻击了 在一日内接连挑战 要进行最后的一波吗 太古魔神的后代发怒 要进行最后的决战 一直大败 让他不愤 这次竭尽所能 动用了所有的神力 魔蝶浑身发光 通体璀璨 骑士像是两柄仙剑般 交叉在一起 冲向十亿 哄 隔着很远 那惊雷声救阵的人耳朵剧痛 雷光宛若心海般狂砸了过去 无尽电芒披舞 绚烂而射人 魔蝶宝树惊人 令观战者一个个瞠目结舌 全都寒毛倒数 十亿宛若神一般立在那里 光辉笼罩 发丝飞舞 瞳孔有令人心悸的光芒闪耀 宛若一尊天神下剑 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只是抬起右手 咬指苍穹 这一刻他浑身水雾弥漫 与霞光混合在一起 疯狂暴涨 席卷天地 轰隆 与此同时 他头顶上方乌云笼罩 雷鸣惊士 巨大的闪电出现 披舞而来 他也动用了雷电宝树 好强大 众人吃惊 不过也终于释然了 这种宝树 此前十亿曾经施展过 终于没有见他施展出第六种宝树 那样的话太惊人了 这是羽族的宝树 是他母亲家族中的阵教神通 十亿 以闪电对雷霆 这种宝树的十分恐怖 雨点若晶莹的花瓣漫天飞舞 雷电则狂暴到了极致 在他手中发挥的威力 明显比羽族施展时强大很多 人们感叹 天纵神人果然了的 任何一种神通到了他的手里 威力都会提升一大截 让人难以忘其向背 一身兼五大神通 任何一种都可以作为阵族宝树 十亿浑身沐浴雷电 金光璀璨 宛若神一般对抗那只魔蝶 两者可谓针尖对脉芒 全都用雷刚交锋 这是最刚烈的征战 智刚智阳 无物不破 闪电宛若心河垂落 一挂又一挂 这个地方绚烂无比 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那种阴波太可怕了 耳膜都要被阵裂了 电光如惊涛 卷起无尽雷暴海浪 众人看得神池目眩 符文造诣到了这一步 果然算是通神了 谁与阴风 这两人的对决堪称经典大战 诸神的子嗣来了 都要变色 十一与魔蝶太强大了 我若没记错的话 五王府只有两种智强宝术 其余兜的是一些辅助性的小神通 他怎么会掌握有五种阵族宝术 这些不都是五王府收录的 五王府不缺小神通 但真正的智强宝术 一个大族 只有一种就不错了 众人低语 五王府的两种大神通 加上羽族的阵交宝术 这才三种而已 还有两种宝术 十一是何处学到的 人们惊疑 但也只能一探 这种天纵神资的人 自然会有自己的大机缘 再说 五王可不是一般的人 年轻时竞争过人皇位 十里强的下人 即便多年来不曾现身 人们也不会忘记 说不定 他早已得到一两种隐秘神通 秘密传下 外界不知而已 哄 魔蝶被震飞 他的雷电很强 不弱于十一 终究还是败了 众统者很可怕 一双眸子 能够将点滴破绽 无尽放大 而后攻杀进来 只要给他一点机会 必然催枯拉朽 刷 雷电散尽 魔蝶不甘 化成一道流光冲了过去 双翅如两柄仙剑般晶莹剔透 灿烂地让人睁不开眼睛 且有沙光万道 那对翅膀上神盲迸发 一道又一道向前扫去 将那山峰 谷地全部激烈了 轰隆倒塌 众人亥然 不禁发毛 那对晶莹灿烂的蝶翅 真像是两柄仙剑般 太犀利了 发出的光无坚不摧 斩向石翼 石翼无惧 毛子睁开 射出一片恐怖的纹落 伴有神音响起 一片由神秘符号组成的 萌萌光辉 将前方笼罩 这种景象很惊人 宛若在开天般 萌萌光辉像极了混沌气 汹涌澎湃 众同开天 有人惊呼 传言果然是真的 石翼的一双毛子 拥有无量玄傲神能 可震杀敌手 他眸露神光 定住了乾坤 魔蝶挣扎 最终双翅僵固 被束缚在虚空中 双翅光芒渐渐暗淡 难以发出见光 整片天地都宁静了下来 你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 猎天魔蝶虽然被定住了 但并不慌乱 声音清冷 竟是一个少女的声音 石翼不语 通体发光 轰的一声 在其周围出现各种符文 最为恐怖是 有几个洞天出现 内韵如神明般的生灵 其中一口洞天内 是一头五色孔雀 展翅而鸣 摇曳下璀璨光辉 强大射人 另一口洞天内 为一头弊暗 凶猛无比 形似神虎 常有龙角 通体光光滑绽放 刺人双目 昂首咆哮 第三口洞天内 有一只金棚 如同黄金铸成 毛子如电 浑身金光澎湃 宛若太古年间的天神在现 第四口 共有五口洞天发光 都盘踞着一头恐怖的生灵 五色孔雀 弊暗 金翅大鹏等 一个个缭绕在石翼的身边 绚烂光与飞舞 将它衬托得 如同众神之王 辟逆人间 众人惊异 这是将宝树 炼到出神入化之境的体现 五大神通符文奥义 何止万千 但是每一种宝树 都被它浓缩成了一枚符文 滋养在一个洞天内 化生出了那些太古神情 凶兽 一枚符文 一种智强宝树 一个洞天滋养一头 至尊生灵 人们纷纷惊呼 这也太恐怖了 唯有天资极高 对符文的领悟与理解 达到极尽的人 才能这样显化出异想 不愧是众统者 这类人只要出现 正常成长起来 就是堪比上古圣人 神人的存在 各族强者都惊颤 这个人族少年 简直不可敌 人群外 小不点掏出一把金色的泥沙 向嘴中晒去 吭哧吭哧地嚼了起来 面无表情 在他的发丝间 只肚大的丸食 温润如玉 流动淡金色光泽 见状历史哀嚎 那不是给我留的吗 你怎么又吃了 吃掉 吃掉 全部练化小不点自语 口中咀嚼金银的沙利 话语含糊不清 道 真想在大上两三岁 不管怎样说 你也不能吃神沙啊 这东西 你真消化不了 打神时看着他这般糟贱 心疼得要死 你不懂 小不点道 他虽然在嚼金色沙利 但却有些失神 思绪万千 昔日一幕幕 皆浮现眼前 打神时惊异 看着小不点吃泥沙 忽然觉得他心里 一定深深埋着什么 看似很凶残 其实是在不顾一切的 提升实力 那个神一般的少年 是你的敌手 丸石问道 小不点咚的一声 敲了他一下 道 我是无敌的 丸石抗争 再敲我 直接走人 小不点一把抓住他 放在嘴里咬 道 你吃了那么多好东西 神性精华一定很多 我尝尝啥味道 救命啊 打神时尖叫 这凶残的孩子 真在嘎吱嘎吱地咬他 石一再次放开了猎天魔蝶 任他飞进天谷 禁区深处 没入雾矮中 接着众同者也入内 从人们的眼前消失 哄 半个时辰后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发出 整片小世界 都在抖动与发光 各域的通道 皆开始模糊 所有的金色门户 都迅速暗淡 而后彻底消失 整片小世界 各区域融合 相连在一起 无需借助那些金色通道 跨区域而行了 真正的百段山整体出现 而不再是分割成 一块又一块 这一次的开放时间 到了尾期 将要结束了 再想进来 需要数百年后 而这也意味着 真正的危机到来了 自古至今一直都如此 各域相连时 不仅天才容易发生碰撞 最为可怕的是 百段山内的原住民 要开始猎食了 嗷吼 沉闷的咆哮响起 震动了这片天地 各大山脉深处 散发恐怖气息 令万山都在摇动 这些强大的生灵 这些原住民 不少一直被封在 狭小的区域中 现在彻底解脱 疯狂冲出自己的领地 他们像是 得到了某种命令 开始对这些 闯入近来的外界天才屠杀 嗷吼 一群巨大的蝙蝠阵翅 发出呼啸声 每一头都如一龙那么大 从一片封印的深渊中脱困 铺天盖地 杀向四方 一头迎抱 从一座雾气笼罩的山谷中苏醒 站起身来 高足有数百米 浑身银色鳞片闪烁 一跃而起 而后轰的一声 降落在一座山峰上 大爪子落下 直接让山头崩塌 咔嚓 一座火火山裂开 一头浑身赤红的蟒牛冲出 踏着岩浆 吼声震动这片小世界 让四野的山川都裂开了 这些外来者挖石灵药 搜刮宝具 在这里逍遥够久了 我们的盛宴也该开启了 一头闭眼金金兽开口 他从一座大湖中走出 形似麒麟 头上长着鹿角 赤色鳞片密布 尾如钢鞭 碧爪风锐 全身赤红 水气弥漫 霞光蒸腾 一座大月上 一头孔雀与一头金鹏病例 俯视着山川万物 而后通体迸发宝光 令山体四裂 它们展翅几天 分别冲销而上